为何韩国连续向中国抗议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乔云华,欢迎来到云华观点 最近,舔完美国,舔日本的韩国政府突然连续不断向中国表达抗议 甚至警告中国要正视韩国国界地位 中国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我们先从最开始的情况说起 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靖松访问韩国 就中韩关系恶化表达了四个不可能立场 即韩国侵犯中国核心利益不可能和韩国合作 走亲美亲日待面路线就不可能继续合作 中韩关系持续这样就不可能合作 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韩国不可能在半岛问题上发挥作用 中国推薪制服的劝告 韩国政府不但没有听进去 反而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公开声称中国没有奉行 符合国立的外交 之后我国驻韩国大使在会见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时候 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韩国一系列丢人行径的本质 就是在中美冲突的局势下 读美国营读中国书 我国大使认为韩国这个行为明显是在误判 没有看清历史的大事 读中国书迟早要后悔 中国的确愿意和韩国搞好关系 但当前中韩关系走到这一步责任不在中国 随后韩国政府更是感觉没有脸面 亲往台开始正式召见我国驻韩大使抗议 说我们干涉了韩国的内政 这明显是韩国人在作贼心虚被中国给揭穿了 开始恼羞成怒了 然后韩国媒体谈爆料 说韩国的执政党拒绝中国大使的就餐邀请 依此表示不满 坦率的说这一系列荒唐事件已经充分的说明 在未来的中美冲突割局里 韩国人已经选定了自己的位置 自愿充当美国的先锋队员 美军在韩国的一系列部署 对中国就是隐患 未来真的动起手来 中国也无需要再留情面了 事实上从这一届的韩国驻华大使身上 我们其实就能看出 当前的请往台政府已经完全被美国思维渗透 当初殷熙跃前日本和美国 中国环球网如实报道了 结果韩国政府向中国抗议 说韩球网侮辱了韩国 带头的就是当前的韩国驻华大使正在号 此人是典型的韩国带路党 23岁开始在美国留学 一待就是10年 此后他回国以后一路高升 原因也很简单 殷熙又是他同班同学 而此人深受美国政治影响 政治立场明确 就是中美冲突 美国必胜 中国必输 而韩国政府里面这种正在号 有何止一个人呢 如果说以前的韩国政府 还有一点自我意识 农历不卷入中美事端 那么现在的韩国政府 就一定是彻头彻尾的美国的傀儡 对待这样的韩国 我们很失望不抱任何幻想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